這次要講的是Stable Diversion 1.6版 正式版的一個新的功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先到這個網站去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網站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 在兩天前呢 它釋出了1.6的正式版 那我們可以點進去看 這裡面就會講到1.6正式版的一些功能 其中就是SDXL Refiner的Support的支援檔 這東西呢 可以直接在Take to Image的時候去選擇 很方便 那另外一個 加一個NV的選項 我們如果是用Seed來產生相同的圖的時候 在不同的機器 不管是Mac 或者是PC 甚至你換了新的顯卡以後 都會有不同的圖 那這個功能就是讓這個 你選擇了這個功能以後 不管你換哪一台機器 換了哪一張顯卡 同一個Seed會產生相同的圖 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呢 它就新增了一個Seed的一個對話框 那這個部分呢 以前我們是沒有那個對話框 那現在有的話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東西就各位就自己看就好了 那這個加了新的取樣器 有這麼多東西 各位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也還沒開始試 如果有試到好的取樣器的話 再跟各位講 然後這個其他的部分呢 各位就自己看了 那我覺得 這個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它加了這個指令 就是可以減少顯存 在SDXL的這個環境底下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會把它加進去 是一個蠻方便的功能 那怎麼樣更新到最新版的 Stable Diffusion呢 在這裡呢 我加了一個指令 我們打開webuiuser.bat 在上面按滑鼠右鍵 我選擇的是 nopay的++ 當然各位也可以選擇 最原始的那一個 那個氣勢本來打開來 那我是用這個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呢 我在這個地方呢 在callwebui.bat之前呢 加上一個指令叫gitpool 這個 這個呢 就可以每次都去自動幫你更新到最新版 那我有加上這個 那另外就是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了一個新的指令嗎 那我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喔 在這裡 這個把它複製起來 Ctrl C 複製 到 這裡來 把它貼到後面 Ctrl V貼上 然後把它存檔 存檔以後呢 你就可以 在這裡上面 雙擊滑鼠來執行它 然後就會自動幫你更新到最新版了 那我這已經執行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前面的結果 就是說 來看一下這裡 它幫我更新到最新版的1.6版 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你可以看一下現在的版本是1.6版 然後這個地方變得不一樣了 然後我們來看取樣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了 那另外一個呢 這邊呢把它按下去 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是用 SDXL的模型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直接選擇 Refiner的模型 我舉例來說好了 這裡選擇這個 SDXL的模型 然後在這裡呢 然後在這裡呢 就可以選擇 Refiner的模型 然後Switch at 0.8 就是 當這個圖塊產生到 80%的時候 換成這個 Refiner的模型 來算圖這樣 這個 SDVAE呢 我都會用這個 Automatic 讓它自動去選 我就不用去煩惱說 我要選哪一個了 這樣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把上一次的 那個Prompt把它 帶進來 是這個 是這個 然後我們這裡呢 取樣器 我們來看新的取樣器 有到3M的 那我們選擇這個 其實我沒用過3M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選這個好了 然後這裡呢 選擇1024 選擇1024 這個也是 我們把這個改成乱數 這樣 然後Clip skip的話 我用1好了 這把拿掉 那我們產生一張試試看 就長這個樣子 最近CV台有很多新的模型 就是SDXL的新模型 我還蠻有去抓 如果測試好以後 有比較好的模型 再推薦給大家 有幾個我都覺得 看縮圖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測試新的功能 就是對一般的模型 我們可以在做高畫質修復的時候 選擇另外一個模型 幫他做高畫質修復 那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要到setting 這邊呢去修改 那個設定檔 我們選擇 show all pages 然後Ctrl加F 找到一個關鍵字叫checkpoint 然後我們來找 這裡高畫質修復呢 可以顯示 另外一個checkpoint 這個 我們需要的是這個新功能 然後要reload的UI 我們把它存檔 applysettings 然後把它reloadUI 接下來我們來玩一個好玩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一開始的影像 是用sdxl的圖來產生 然後高畫質修復 用那個mage mix的那個模型來做 我們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首先這個我們就選擇sdxl的這個模型 然後 vae是選擇automatic這個 然後我們把上一次的參數把它帶進來 好 那這裡呢 取樣我們選擇這個 取樣的步數選擇20 然後在這裡呢高畫質修復呢我選擇兩倍 然後步數是20 跟0.5 這個高畫質的checkpoint呢我選擇的是 mage mix這個 這個 取樣方法選擇同一個 那 這個是512x512 這因為我剛剛沉思過了 那我們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點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